前文再读的书接上一回 上次我说到那些官兵 这么巧就来到龙城镇的高家老店住 他们一来到而已 毁杀这么吵 说要将那些客人赶走他 空给他们住 李少官指着那伙计 瞩大双眼说 如果你不赶距离的话 我就一把火烧掉你的客棧 伙计就鼓着整股火 抹大喉咙说 哎呀这伙计啊 你们都听着 奉振院的大老爷来了 大家快点起床 撿好你们的衣物 行李 西房的就逼去东房 正房的也就找到东房里 官老爷说了 快点空地方出来 慢点都不行 我是没办法的 你们都要听官老爷的说话 不听的话 但坏心就快点搬 那个李少官就问你 说什么够味啊 我叫你讲人 不是叫你讲鼓啊 好 我知道了 伙计就只好 逐间逐间房去叫 其实那些官兵 押入大院 早就惊醒了那些住客 再加上李少官打骂伙计 房间都已经点着了那些蠟燭 穿好衣服 这阵从外院排入来 四个伙计点着火 爬来腾去 猛叫人空房 没多久西房的 含了腾空了 五间正房就腾出了四间 看管西院的伙计 就来到张千总的面前 两位长官 西房已经空好了 正房已经腾出了四间 各位 麻烦你们就先将就住住吧 明天一早再搞定它 李少官一听 还有一间正房 为什么不空出来 难道里头住的不是人 里头等着那些棺材 哎呀 伙计就说 长官 你这间正房住着两妇女 你说吧 一个太夫两 怎么跟那些三部人 强硬逼在一起呢 李少官冷笑 你真是会说话了 大姑娘不能够跟人家逼在一起 什么这么厉害 长官 你看 看什么 快点叫个凶出来 如果不行的话 就将那个大姑娘留下来 躺住 这个时候就传来了 嘔嘔嘔嘯的开门声 就从那间 未腾出的正房里 走出了个十八九岁的姑娘仔出来 这个姑娘仔受气之中 透着一派威严 依着紧身利落 在他左侧腰间 一間掛著一個獸花郎, 接著又走到一個一面化白鬍鬚, 頭髮花白的老頭, 致見這個老頭兩目竟竟有神, 神彩逆逆, 一個姑娘柳眉倒樹, 行木圓燈, 容手一指, 就對那個李哨觀說, 我們父女兩人, 已經在這裡住了三日三夜, 你人一到, 惡屎能登, 不斷罵人, 難道你家的姐妹, 出門, 和你個個住都行嗎? 李哨觀一聽就發誤, 哎呀, 豈有此理, 這個臭小姐, 你牙齒不咀嚼你, 沒錯, 老子就要和你住, 來人啊, 喳, 你們進去, 和我鋪好皮肉, 老子就要進去和她住, 過來的兩個官兵, 答應一聲, 剛剛上石級, 誰知就是這個時候, 就見姑娘張仇一身, 啪聲, 和我都下去, 啪啪, 兩個人各人打到一巴掌, 兩個官兵連忙, 走到幾步, 啪聲, 就跌在地上, 哎呀, 哎呀, 好厲害啊, 李哨觀鴨高三, 又鼻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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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哎呀, 看你不出又分兩道這樣, 好了好了, 就等大爺我陪你玩一下, 他走過去, 在姑娘的面前左手一放, 右手就向姑娘的面門打過去, 只見姑娘不方不望, 左手一削, 李哨觀的手腕, 右手一翻, 打對方那套, 李哨觀雙手一盒, 往下一錦, 上鎖姑娘的手腕, 然後就將他拉過來自己身邊, 拿下一些便宜, 然後再放開他這樣, 本來就打算這樣, 怎料這個姑娘將身一耳, 抬起右腳, 說了聲, 你跟我走啦, 一腳啪聲, 就踢進那個李哨觀的小腹, 李哨觀, 哎呀, 叫了聲, 倒退了幾步, 整個人躺在地上, 張千勇半天都沒出聲, 現在見到這樣的情人, 這下真是火滾了, 好大膽的死妹丁, 今天我夜不睡這個覺, 你你你, 我陪你玩幾個回合, 說完, 雖然, 插給個馬步, 等姑娘進招, 姑娘仔也不客氣, 剛剛, 當他想盡身動手的時候, 就聽到身後邊, 傳來他老爸的聲音, 丫頭, 奇法後邊, 不得無禮, 咦, 只見這個白爺公, 上前幾步雙手抱拳, 就說, 掌官請了, 老老不知道掌官深夜到來, 只恩小女嬌生慣養, 不懂得的官饋, 望大人你多多包含, 請掌官稍後便下, 讓我入裡頭, 撿拾下的東西, 搬去別處住, 你看這麼好嗎? 張千總收回馬步, 冷笑兩聲, 嘿嘿, 哈哈, 老爺, 有你這個屁, 為何你不早點放出來? 現在才放, 遲不遲些? 你女兒剛才打官兵, 鐵哨官, 這個是犯法, 難道你不知道? 老爺, 既然你出了聲, 今天你走也好, 我們不住也好, 都要輪過高低, 給個上下, 要想罷首都行, 哈哈哈哈, 就叫你女兒陪剛才被打過三個官人睡覺了, 這樣就沒事, 不是的話, 我就要抓你兩父女去吃官司了, 當的時候, 八野公一聽就臉色一變, 哭到那些鬍鬚乳時也站在那裡, 看來你吃硬不吃軟, 來吧, 我就這隻老爺陪你過幾招, 只見老頭商帳一盒, 弓子布, 等著張千總盡招, 張千總一晚布, 左掌一個泰山壓頂, 打老爺的頭殼, 右手拳来一招猛虎出动 打老爷的胸口 白义公一切步 伸左手接张千总的左腕 右手一招拨草尘射 掌劈对方的右手腕 张千总连忙束手都束不下 又见白义公双手一平 双掌接张千总的胸口 张千总一个大转身 就来到白义公的身背后 挥起双拳就扔老爷的肩膀 老爷一拳身 双掌从张千总的手臂中间一拆过去 来一个夜马分钟 这下既分开到张千总的手 又要锁张千总的肩膀 张千总连忙束手变招 两个人大概打了十几个回合 张千总就抵挡不住了 白义公出手很快就步步紧逼 最普通的两位邵庄主 一个陆仲海和陆明海一体 见情况不明的大声 老爷你说 等我们两兄弟来搞定你 讲话之间 两位邵庄主 十十已经约了过来 分一左一右 就帮着张千总来打这个老爷了 这老爷一点都不惊 这一幕试掀开仁尔门的功夫 猫登狗闲 兔群鹰翻的招数 也够这三个人去招架 六家兄弟比张千总要厉害得多 他们两个人使的是铁砂掌 鹰炒力的功夫 出手狠毒 炸上碰下变化无常 白义公不敢振达 怕失手会伤了官兵就如同造反 所以没一阵 这三个人就将白义公围在正中 三大一 大概战了五十几个回合 白义公还是招架的多还手的小 姑娘一看 即时鸭高三就要过去帮他老爸手 谁知就是这个时候 忽然有人高声大叫 停手 不要打了 这些咸叫 好像一道命令一样 这四个人即时向外一纵身 都停住了手脚 陆仲海转头一望 更加火滚 他原本以为是来了什么高手的 一看见了一个白面仔 他用手一指就说 你是什么人 狗族老鼠多管闲事 难道你严命长顶 原来来的这个人 讲话的这个人 真是王兆兄 王兆兄的向前抱拳话 我说各位 何必为了空房的事大动干窩呢 陆仲海张眼闻一瞳 什么话 你凭什么管我们的事 王兆兄就说 路见不平我就要管 陆仲海他冷笑话 白面仔 我看你肯定是 夹坑露夜的那个姑娘仔 王兆兄本来看着 老乡手怨要吃底 不得已才出来劝阻的 现在见这个陆仲海 共幻瞎无理 声大隔恶 他面试一变就说 你不要出口商人 再出狂言的话 我们就要教训你了 陆仲海一听 白面仔 既然你敢出头就即管来了 你若有本事能够打下我们三个人 那我们连碰都不住 张脚一顿转头就走 那个张真总又说 没错 一二收拾这条白面仔 陆仲海又说 唉 跟他说这么多干什么 动他吧 突然间 响起了一把粗犷的声音 儿子 李小爱 看我来收拾他们 王兆兄另转头一望 何玉坤和盐金刚 从国门道走出来 王兆兄就怕盐金刚 会骂出人名 就联望普拳话 两位大哥 这件事是我拿来的 等我来管 你们在一边看策就可以了 何玉坤颓头就说 儿子 就等三底了结这件事 我们在一边观赠就是了 盐金刚他说 好 如果是三底是底的话 我就拿这三条有子的命 王兆兄另转头对陆仲海 陆明海 张千总三个人就问 各位 还是不是三打一 如果这样的话 就显得你们没有本事了 陆明海就说 白面仔 刚才我们是和老爷玩玩而已 对付你 一个就够了 王兆兄就说 好吧 那我们就单打独斗 不过 在地上打就没什么意思 陆仲海很奇怪 他就问了 你想去哪里打 在半空打 你杀到热了 王兆兄指导指西方就说 去屋顶上面打 你们敢吗 谁先从屋顶上跌下来 谁就算输 我若然输了 饮游你们怎么处置 不过你们若然输了又如何呢 这两位庄主就似着铁砂掌英爪力的功夫 根本就没将眼前这位王兆兄放在眼内 那个陆仲海就说 哎呀 说这么多干什么 我们若然输了 就一于通通走人 我们两兄弟和你跪下 再叫一声你爷爷就行了 王兆兄就说 好 说话算不算数 当然算数了 白面仔 我用怕你 即管来 陆仲海说完话 一纵身就好像一只脚一声 就上到西房的房顶 在房闲道 来到公寺部 几好 左手就搭着右肩部的森林 你个人一上来我就进招 你站脚未找我就踩你下去 只见王兆兄将身一领 嘘声 好像一只言辞一样 也上到西房 那只脚一着落房闲 陆仲海商掌就到 他也很阴险 只见王兆兄脚尖 轻轻一点 事件闪到对方的旁边 接着左手一招 起着灯枝 就击向陆仲海的左边肩膀 陆仲海见商掌落空 连忙向外一闪 就让开了王兆兄的左掌 接着将右手一抬 就来一个砍掌 砍向王兆兄的头壳顶 王兆兄用右臂一架 左掌向陆仲海一推 就这样两个人插招换色 在屋顶上边就开起扁上来 打打下 大概打到十几个回合 只见王兆兄加快了招数 商掌一合 右脚向空中一扔 来一招应激盘射 人在半空之中 商掌就向着陆仲海的面部 就打过去 陆仲海见掌到 当堂一抬低头 右一侧身 出右手就持对方的肩膀 王兆兄急望撤海双手 人在半空之中 收翻双脚回来 使得一招神鹰盘射 那陆仲海一分神 糟了 王兆兄的右臂已经击到过去 就听到啪的声响 陆仲海的胸口 就一阵难受 被人卡了下去 他等等等连退了三步 第四步就踩空了 就听到防下边碰 有人大人说 哎呀 糟了 这个 赵宗主还在屋顶上跌下来 快点去看看还有没有气 黄兆兄又吓了一跳 面望望向下边 但见那个陆仲海两手一禁地 十声就站起身 虽然没怎么受伤 但是看见他已经羞愧难用 闲金刚放声大笑 大哥 你看到了 三弟的功夫认真好 他们变成三弟的手脚 何玉坤真是摸了摸头 这个时候就听到陆仲海的八声 他说 阿哥 你是一时大意 被他占到上风 看小低我来的 说完 见这条小子张膝一领 十声就跃到西边的防顶 黄兆兄见陆明海上来 双手一变 一招凤凰出窝 用双掌向着对方就点过去 陆明海双角一点地 两只手 好像银杂一样 就向黄兆兄的双手腕扎过去了 想扎碎黄兆兄的手腕 顺势扯他落房 黄兆兄急忙双手一切 右脚来一招 野鸡斗铃 啪轻 同底下就扎过去 陆明海一看 连望弱器三尺这么高 知道他的脚一刻落地 黄兆兄的右脚 跟着又扎过来 没办法陆明海才会再弱高 黄兆兄又扎 不断一跳一落 就连续六次这么多 黄兆兄使的是船锋连环腿 使得对方眼花缭乱 不知所措 陆明海深知上当的心想 哎呀 我为什么不落地道 饮游他这么扎 就很不碰 当他第七次落地的时候 就落在南面的屋顶 黄兆兄也尿到他有这一招 当陆明海一刻落脚 跟着修右腿 伸一众 双手直向对方的双肩 就扑过去 陆明海伸一落地 正想说换个口气 见黄兆兄的双股已经打过来 他咬到咬咬 想说避开了 谁知被黄兆兄一吓起策 咬到区便对方的小儇 就将他整个人撞到出去 喝一声 也打了到房下 张千总就火滚了 亮子一点 指着西方就还 你把这位小子 你快点下去 我现在要跟你平静比赛 皇长飞身下房 来到面前他抱拳说 长官 刚才我们已经说清楚了 是在房上单打独斗 我已经赢了两个 就差你一个了 现在既然你不喜欢上房 我们就在地下比试 只见皇长相据一点 一个燕子三抄水 已经跟张千总的头颗 已经越早过去了 轻功十分了得 张千总窒头一窒 皇朝兄已经跟他背对背 他刚刚想转身 皇朝兄一招 到着紫金棺 起右脚 在张千总的背眉上 轻轻向外一等 张千总就站脚不稳 蹬蹬蹬蹬 向前踪到几步 就扑了落地 过了一阵 他商长撑地就站起身 用手指着黄朝兄就骂 你这样的小背 你说 我看你不是个安善的良民 一定是江湖大盗 来人啊 给我捉住这个财人 张千总怒羞成怒 他亮出了金贝砍刀 这个时候 尼扫官翼亮出刀来的大声 来人 捉住这条白面 一时之间 一百几十个官兵 都抽出了要刀 将王朝兄团团围囚 是一边的河育军建 一刻开包袱 亮出一队子母鸡酒鸳鸯鱼 什么叫鱼呢 是古代的兵器名 就好像斧头 但是比斧大一点 这个就是鱼 但是这队是叫做子母鸡酒鸳鸯鱼 一种兵器来的 他就说 子弟准备动手 而不金刚青都说 他动手 他就轮大声 说好啊 谁敢欺负我三弟 我就拈死他谁 这队 赤急下边站着的那个白衣公 也押起衫头 他在旁边那个姑娘 也亮出了一把弹刀 哇 一时之间 空气十分紧张 一足即发 怎么知道就在这个时候 忽然间从南边谷井上 传来一个人的声音 你们别动手 我来了 声道人道 好像从空中飘下了一堆云尼 从南方顶落到地下 站在当院里 这个人是一个老爷 大概六十岁上下的年纪 神高神大 圆面满面胡念素 再看一看他 身穿黄色衣服 脚穿黄色的胸 他没带帽 一条鞭仔 披在脑后 陆家梁兄弟一见这个人 连望上前施礼就说 阿爹 你来了 张先勇也插上好把刀 双手抱拳 老庄主 你为什么要来 重官兵 押那个 也收起刀 闪到一边 各位 来者并非别人 真是最保障 庄主陆飞 因为四月初八 就要开雷台 陆飞打发两个儿子前去请护卫雷台的官兵 即是到天已经定更了 还没见官兵的踪影 陆飞他并不知道他的两个儿子和刚才那个张千总开了个玩笑 说龙城镇有很多漂亮的妓女 所以张千总一定要去龙城镇高家老店住 陆飞等到五更天 他打发去龙城镇的人回来说 官兵已经到了龙城镇 在高家老店打起交上来 陆飞一听 怕耽误了天刚开雷的事 所以单身过人 就赶到这里了 最普通离龙城镇就不是多远 陆飞施展夜行术的功夫 不用一阵就已经来到高家老店了 陆飞在场外边听见兵人的碰撞声 就重新上到南方 正赶上那些官兵围住了王赵卿 那陆飞就不认识王赵卿 又不认识何玉坤和盐金刚 他仔细望到石级下面 站着白衣公的心想 咦 这个不是封镇远蒙古营的 双欧路合郭镇村吗 他身边都站着一位 受压弹刀的姑娘 到底怎么回事 他一看官兵就要动手 才飘身而落 陆飞一抱拳 就对张千总说 千总有怒大价 张千总就说 好坏 好坏 陆飞又面向双欧路合郭镇村问 郭老合 你在这儿做什么 郭镇村就说 路壮主 我有点事在这里住店 陆飞搜到一搜 王赵卿他就问 这个是怎么回事 于是郭镇村如此这般中事情的前因后果 从头到尾都说得出来 他还说 陆露装住 你来了 那这件事就好办了 陆飞就都就他眉头 黑起一块面 对他两个儿子说 哼 你两个范桶 我叫你去请官兵回葬 为什么会来到龙城镇 简直是无事生非 陆重海一时答不出来 爹 这个张千总的面一红 他说 陆露装住 是我要来高家路监住 住在这里了 对护卫擂台比方便一点 耶是生非的 是这条这样的白面 各位 这个陆露装住 来来 当然帮了官兵 竟然赖了王赵卿 事情将会怎样发展 欲知后事何 明天在